原标题张雨起 袁八元 又像热搜了感觉 整个世界都绿了惊天 袁八元在朋友圈发文称 与张雨起离婚后还在一起生活过 并爆料女方昨晚旅刚认识两天的男子 开房直指 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离婚前也一样只要自己爽松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特别是不顾小孩 表示 这也是两人之前离婚的原因称 张雨起五日晚 与刚认识两天的男子开房 直指这是他的一贯风格离婚前 也一样只要自己爽松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特别是不顾小孩表示 这也是两人之前离婚的原因 并强调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关系 张雨起 前夫袁八元在朋友圈爆料的这些事情 幼子姐觉得很不妥 不爱就请放手把两个人的事情不断拿出来 还把聊天截图发出来很不理性 而且还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今天看到张雨起前夫搞件事让人不敢好好聊天了 万一遇上张雨起前夫这样的人渣 既然爱过就体面的分手 何必如此伤人看在两孩子面子上也别这样吧 继续关注 但是别着急挺谁 可能待会又要放瓜了不到 最后一刻 坚决不战下午张雨起就发文否认此事 因为情感破裂 而被曝光朋友圈也自自己感觉很恶心 与谁约会是自己的权利 开房是放屁自己以后不会再回应的 最后还喊话袁八元还钱 并声明自己没有胡臭 最近关于这两口子的话 实在太多了张雨起的回复也是霸道呀 最后还特别提到了老娘没有胡臭哈哈这一家人可杂者 然而真相永远只有当事人最清楚